热闹城区 50万元现金当街被劫 警方介入 报警人却踪迹难寻 扑朔迷离 被劫的巨款竟然来路不明 尔虞我诈 两伙一范又在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尔虞我诈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今夜不晓々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人在银行门口实施抢劫 且暗值高达50万之巨 当地警方已经多年未曾接到过此类警情 全局上下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可是当民警赶到现场时 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到现场之后 然后这个报警人也失踪了 我们联系这个被害人了 这个被害人不切电话 此时距离案发时间 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 报警人始终没有出现 警方一面想办法联系报警人 一面组织人手调取现场周边的监控视频 当时看到被害人从银行取完钱出来之后 应该是距离银行应该是也就十多米的地方 应该被两个男者拦住了 但是因为监控的原因是这个太远 就是说什么听不到 只看到其中一个男的给这个被害人一个嘴巴 上去把包给拽过来了 然后背着包 两个男的就走了 逃去现场了 这段监控画面证实 报警人所述的抢劫案确实发生了 然而 从这段视频可以看出 案发现场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众多 两名嫌疑人肆无忌惮地抢走包裹 被抢的人并没有在被抢的第一时间报警 也没有向附近的人寻求帮助 因为他报警的发案地点 本身那个路段是非常繁华的 从我们工作角度来看 那个区域有很多的摄像头 而且人员也比较密集 在那个区域去实施抢劫 这种犯罪的可能性不太大 案发时间是下午3点07分 而张某报警时间却是下午3点半 在被抢劫了50万元后 他竟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警 这23分钟底 他究竟在做什么 因为现在用现金也比较少 有50万现金 除非是我们感觉这个 嫌疑人是盯上这个被害人了 但是为什么盯得那么准 我们也是个疑问 无论这起案件背后 是否还另有隐情 但银行门口发生结案的事实 是确定无疑的 刘宁省沈阳市公安局 黄公分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案件侦破工作全面展开 我们通过大量的末牌走法 对周边的所有大小的住宿旅店 冰沫 然后门市也进行了细致的摸牌 专案组认为 尽快找到疑犯 既有利于案件侦破 也有利于追赃完损 非常糟糊 非常紧张 尽快找到全人 可能损失往回来 这样的概率也就比较高一些 50万 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 都不是一笔小书 有可能是人家老人看病的钱 或者是人家给孩子买房子的钱 是我们老百姓的命根子 我必须把这钱追回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两名流窜的抢劫嫌疑人 也无异于一枚定时炸弹 时刻威胁着辖区居民的安危 基于已经搜集到的监控视频 专案组很快就锁定了 那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我们通过这个生命监控 锁定这两名嫌疑人 然后他们在抢完结之后 在跑的路上就上了一辆 应该是白色的一个哈佛车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车 车达到车白号 我们做出来了 这是白眼的还有尾 一查这是一个孤立车 下午三十钟我们刚刚接到一些警刑 在新闻馆内一个储户 武装馆陷阱被抢了 我们经出查呢 这个现场嫌疑人应该只有两人 被抢的人我们正在联系 现在包团警的时候一直没联系上 这么多年数这么大应该不多 但是这个性格比较严重 比较恶力 然后咱用最短的事业内 把人犯的身份弄行 证据最短是把这些人抓获 把这个被抢劫的五十万 追回 违败人的挽回损失 只有可能在晚点 可能下午的高峰期了 可能拥堵 这样可能对我们这个追踪 可能能带点麻烦 大会可不下这件事了 警方通过视频侦查发现 两名嫌疑人有驾车逃往外市的迹象 专案组当即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 力求将这两名嫌疑人堵截在高速公路之上 这几个人始终没有停车 一直沿着高速的方向去赶 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卡口 发现他已经要离开我们沙阳市 要潜逃 然后我们接指令之后 我们就组织警力去追捕 然后这边也通过领导及相关部门 跟外地警方去协商 看能不能在最快的时间 将这个车辆固结 情报显示 两名嫌疑人正驾车逃往葫芦岛市方向 专案组派出警力驾车一路追踪 同时联系前方葫芦岛市警方配合行动 夜色之中 两地警方终于在京省高速星辰出口附近 将嫌疑车辆拦截 后面冲油了 后面冲油了 往上来 一个一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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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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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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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车上有钱找到了 路线路线路线 车上有50万块钱没打分的 还有 和实施抢劫的两名嫌疑人乘车一起出逃的还有另外三人都被警方当场控制 同时在车上起货现金50万元 这与报警人所说的数目也完全吻合 毕竟这个钱被我们追回来了 然后嫌疑人也被我们控制住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审讯的问题了 我们就是第一步 也就是说松了一口气吧 这时 专案组也终于联系上了报警人 此人名叫张某 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现在疑犯悉数落网 赃款也如数追回 只带将这笔赃款返还给施主 这起案件就可以画上一个满满的句号了 可没想到 就在民警给张某办理赃款返还手续的时候 又出现了意外 本身我们的出发点是保护人民群众对财产安全 但是我们对报警人正常例行询问的时候 肯定是要问从哪张卡取出来的钱 然后他说的不清楚 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是吞吞吐吐 有所隐瞒 而且经过我们与银行核实 所谓报警人他取款不是他本人的卡 张某报警遭遇抢劫 警方却发现 张某被抢的50万元不是他的钱 更令人费解的是 张某在报警后竟又失踪了 这起抢劫案件似乎存在诸多不寻常之处 感觉这个案子不太正常 抢劫这个事从我们到现场都看了 这个过程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说你抢完你被抢的时候 你不在现场等你他出现 你离开现场这个也很大的 正常要是他自己的钱 他肯定能不能够等着 而且就是咱们按照常识来说 如果是他自己的钱 他马上得找银行第一 因为银行还有一些保安 还有一些安保力量 找银行帮助他 包括着急叫银行给他路线 他肯定会有这种一些正常的行为 不要说正常被抢的那种紧张了 或者哭到我的钱数字这么大了 没有这个感觉 确定50万元的来源十分关键 警方经过与银行核实后得知 当天这张被取走50万元现金的银行卡 持有人名为夏某 随后警方依法传唤了报警人张某 对其展开调查 依据银行的相关规定制度 大额取款业务 必须由持卡人本人亲自到场办理 或者由经过授权的代理人 携带银行卡持有人的 有效身份证件代为办理 这笔资金通银行能返回 大额的现金本人不到场 他取不出来的 所以通过这一点 肯定能损成这是夏某取的钱 警方判断 张某和夏某在案发现场 必定有过接触 于是继续深入细致地分析 案发时的监控视频 发现取钱的呢 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子 然后这个男子取完钱之后 在银行门口把钱给了他 经警方深入调查 发现就在嫌疑人实施抢劫的一分钟之前 有一名身着西装的男子 将一个黑色背包迅速交付给张某后 便匆匆离去 后经核实 该名男子正是银行卡的持有者夏某 随着案件侦查的逐步深入 警方对案件情况愈发感到疑惑 夏某为何在取款后将款项交给张某 他们二人之间究竟存在何种隐秘的关联 要想破解这一系列的谜题 警方决定先从涉嫌抢劫的五名嫌疑人入手 审讯室里 与这五名嫌疑人正在展开一场心理上的博弈 虽然警方还不能确定 嫌疑人的供述是否属实 但警方猜测这被抢的五十万元 并不是银行卡主人夏某的钱 那么这笔钱的真正主人究竟是谁 通过对款项来项的追踪 竟意外牵出了另一起案件 这位被骗的刘女士是一位收购废旅的个体户 她经常在朋友圈发布收购废旅的消息 前段时间有人主动联系她 表示手中有大量废旅想出售 经过沟通后 双方通过网络平台签订了一份收购协议 随后刘女士按照协议规定将钱款打给了对方 然后之后被拉黑了 之前给她发的订单号都是假的 都查不到真正的订单 所以她报警了 我们当时先跟河南的警方联系了一下 确定这个案件真实性 确实这个回事 咱核实了一下 经过调查 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终于有了突破 通过对案件的梳理 警方对案件有了大致的判断 这是一起跑分团伙作案 其中报警人张某和银行卡持有人夏某 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把整个案件打开之后 然后这个张某他也就是能认清现实 面对现实的 如是公诉 他是跑分团队中的操作手 是他的上级欧某 让他来到这儿去求这个钱 帮助他们去洗这个钱 然后找这个卡主夏某 这些所有行为就都全部说出来了 跑分是一种洗钱行为 指的是有人专门利用银行账户 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 为他人贷收款 再转账到指定账户 从中赚取佣金 是电信网络诈骗 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必不可少的环节 卡农夏某和操作手张某 都是这个跑分团伙的成员 这个操作手他对两个上级 一个上级是告他去取钱 告他去哪找人这个上级 相当于帮他找卡农的一个上级 另外一个上级是哪 他是他把钱交给的一个人的上线 我们叫上线 资金流的转移的上线 侯某就是资金流转移的上线 而欧某是他的联络员的上线 这样一来张某在被抢劫后 迟迟没有报警的行为 就很合理了 他应该是先联系了 让其取钱的上线欧某 又与负责转移赃款的 上线侯某见面后 商量了一番 才决定报得紧 是我们通过路线看到的 就这个张某前辈抢走之后 侯某跑过来问张某咋的事 因为侯某的时候 这个张某是他要接钱的去关照 到那之后问钱哪 张某说我钱被抢走了 然后侯某说 那行你赶紧跟你的上级 去说的情况我走了 他一直在请示他的上级 这事我怎么办 我们的钱被抢了 我们是报警还是不报警 然后呢 后来他们应该是做出决策 认为说是报警 他抱着侥幸心理 认为我们警方查不出 他们的犯罪行为 认为说报警可以利用警方 把这五十万账款 给重新得到手 警方第一时间就追回了账款 但张某等人机关算尽 却没料到 自己涉嫌跑分犯罪的事实 也未能逃过专案组的火眼金睛 案情峰回路转 专案组决定继续申发 目前咱知道这个组织价格是这样的 通过我们对张某的初步试据 掌握了这个团伙 是以赵某为主的一个专案团伙 专门为境外进行使用机器案的 他首先分中两部分 第一部分找卡弘取舰的 他对应的上级是欧某 欧某负责在各种平台去收集这个卡弘 然后把卡弘的信息传递给这个张某 由张某到全国各地跟卡弘见面 然后根据上级指示 往卡弘里面去打一些地方打的废物 第二点还是由赵某指挥 他对应这点下线是 中某 外号南葛 外号南葛 他跟张某联系 由张某找卡弘取舰之后给中某 但这一次因为中某临时有事 他安排了他的一个手下 我们掌握的一个嫌疑人叫侯某 就是今日我们在联合门口录像看到的 跟这个张某有接触的这个人 就是侯某 我们等抓捕之后再进行审讯 看看这里面还没有设计到其他演员 通过咱们的沿线录像的摸牌 还有逃跑路线的研判 卡口视频的调取 发现该团伙是有目的 而且有预谋 所以说我们感觉 该伙人应该是黑赤黑的面大 据警方调查 参与抢劫的五名嫌疑人 与张某等人并无直接关联 那么这伙人 又是如何掌握张某等人取款的 确切时间呢 据他们的角度 这个抢劫的吧 他们为什么说能把握这么主呢 而在这个点儿 我们知道被人去取费 不是万块钱 那么后来弄明白了 这里面有个主话 他就交代了 交代说这个 他们的跑分团队里面 有一个他们的卧底人 随时把这个信息呢 就透露给他那边 抢劫这个团伙的头人 原来抢劫团伙中的 一名嫌疑人刘某阳 认识跑分团伙的侯某 在得知侯某从事诈骗活动后 就对这笔赃款起了贪念 刘某和这个诈骗的头目 就是头子 他俩原来是朋友 他们俩之前有一点债务的纠纷 他有一辆车 他是开这个租车公司的在天津 然后那个所谓的骗子呢 在他的租户一辆车 后来呢他把这个车撞坏了 但是自己去简单修了修 然后就给他还了 后来他发现这个车没修好 然后呢他再自费去修 可能花了得有十多万 所以他就对这个事一直怀念在心 刘某阳先与侯某取得联系 假意加入跑分团伙 在接触侯某的过程中 刘某阳套取了取钱的时间地点 人员等关键信息 完成了实施抢劫的准备工作 报警人拿着陷阱在银行门口出现的时候 他们先是冒充跑分集团来接应取钱的人 想把钱骗走 但是被对方发现了 没骗走 然后就使用暴力把钱相行抢走 而是第一时间上高速离开辽宁 但是这笔钱呢 他们也知道这笔钱是 也不是他们的钱 是他们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钱 然后他们就断定 我抢走之后 你也不敢报警 所以说他们才把钱拿走的 刘某阳等人的计划的确十分周密 但他们没有想到 张某等人竟然真的敢去报警 就这样 以赵某为首的跑分团伙 逐渐浮出水面 专案组决定将这个团伙也一网打尽 鉴于在张某被抢劫一案中 侯某曾现身案发现场 警方决定以侯某为期入点逐一突破 通过视频监控的墨牌 我们发现了侯某来沈阳的测票信息 有一些通行人员 然后同时我们在远端的监控录像中 也发现了几个可疑人员 通过我们的延办平台 对人员进行了核查 发现几个同行人员都有同类的犯罪显客 此时嫌疑连侯某及其同伙 仍逗留在沈阳 但张某取款被抢之后 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似乎已经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中案组决定尽快对其实施抓捕 通过我们的视频追逐 该伙人消失在一个路口处 但是我们锁定在这个范围以后 通过地面对周围的商户 还有居民进行了木牌周访 然后有证人提供了重要建筑 见证过上个人可疑人员 去到我们的一个大津区域 在门前进过 警方将搜索的重点 锁定在嫌疑人消失区域内的 所有洗浴中心 经过大量走访调查 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藏匿地点 一会咱们看一下天安的那个头 看看也是进不进去 然后你去后门再去扫一下外面 看看有没有滤镜跑的路镜 如果我要是都守住的话 咱们自己也就从上面进去 看看哪个房间 咱们先进去一下看一眼 先爬一下 如果确定在乎 咱们就进去抓捕就完事了 我们迅速调集警力来到现场 然后经过简单的碰头 我们布置了抓捕计划 我们现有两名侦察员 到洗浴内部进行了简单的摸牌 在锁定嫌疑人所在的环境和地点以后 我们的抓捕力量 从外围慢慢向核心区域靠拢 最后成功抓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据张某交代 另一位嫌疑人欧某 曾与他同在一家酒店共事 并担任他的经历 之后两人一同离职 并加入了跑分团伙 所以说我们就来到这家酒店 对他们的员工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核查 然后通过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 就在这家酒店掌握了欧某的身份信息 知道他的身份证号 和大致的活动区域 把信息核了之后 我们通过研判抓捕 就给他在河北把人抓到位里 除了主犯赵某 警方还陆续抓获了诈骗团伙的其余成员 赵某吧 他就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逃犯 但他现在就是毕竟的火露面 他都是在远程遥控指挥这场这个角落 这起黑吃黑的离奇案件 终于水落石出 而这50万元真正的主人 身在河南的刘女士 在接到沈阳警方的电话后 真的是喜出望外 告了这50万被我们全部追回了 然后刘女士 过了三天之后 跟河南警方一起来 咱们房屋里来了 到分地之后 我们就当面把这50万刑警 用自己7年之后 将会刘女士给他收拾了 目前 如某阳等5名犯罪嫌疑人 涉嫌抢劫罪 张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已由沈阳市黄姑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 并移交至沈阳市黄姑区人民法院 进行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